我们看这题目 解下列不等式 首先我们看第一小题 要解这不等式 那么首先呢 这帧数 要大于0 所以x加1 要大于0 我们有这x 要大于负1 这个条件限制 那么接着 我们再去解这不等式 那么这是log 以5为底的 x加1 然后小于1 1呢我们写成是log 这以5为底的5 那么这时候 因为5呢 是大于1的数 所以呢我们将 这帧数拿下来做比较的时候 这样维持 不等式的方向不变 所以x加1 是小于5的 那么x加1小于5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x 是小于4 所以 由 这1 2 得 这x要大于负1 而且x要小于4 所以我们答案是x 大于负1 小于4 这个答案 接着我们看第二小题 那么我们先清除一下画面 第二小题 我们要解这个不等式 那首先 那首先 这第一个 2x-1是帧数 那帧数要大于0 所以2x-1 要大于0 这里我们得到x 是大于 2分之1 那第二个 2-2x 这也是帧数 所以2-2x 这是要大于0 那由这里我们得到x 是小于1 第三个 我们要解 这个不等式 那这是log 以2分之1为底的 2x-1 这小于等于 这是log 以2分之1为底的 这是2-2x 那这时候 因为 这底数 2分之1呢 是大于0 小于1的数 所以 我们将帧数 拿下来做比较的时候 不等式的方向 要改变 所以这里我们会得到 这是2x-1 然后大于等于 这是2-2x 那么2x一向过来 1一向过去 我们可以得到 这是4x 然后大于等于 2加1 这是3 所以呢 x是大于等于 4分之3 所以 我们得到1 我们得到这个答案 我们得到1 2x-1 2x-1